近日网上传出不少关于文章的各种负面传闻 昨日文章现身电视剧《小爸爸庆功会》一上台 他就先自嘲道 当进入到采访环节时 文章接过各家媒体的话筒 就先留心看了一遍logo并笑称 对于此前传出的各种爪大牌消息 文章冷笑说 不用诚信 不用诚信 我是一个觉得其实很无所配 因为这么多年一直被黑习惯了 一年得第一次反正 每一个人他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 有很喜欢我的记者 也有很不喜欢我的记者 我觉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老师只教我怎么当演员了 没教我怎么当艺人 我现在学 现在学怎么当艺人 说到近日的种种负面消息 文章虽然表面摆出无所谓的架势 可仍能看得出颇为介怀 而对于媒体报道的不配合采访 提不起精神 态度不好等传闻 文章委屈地说道 有些不会说 有一些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有一天有一个记者 也是做采访 一个记者问我说 文章你对自己演完杨家将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评价下其他的七位男演员 我就实在地想不出来 我在努力地想我什么时候拍过杨家将 由于此前文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公开表示不满记者问妻子 马依丽生二胎一事 当天媒体换了一种方式 试图探究竟 我是有一个女儿 我是有一个女儿生了 是 对呀 大家都说已经又怀二胎了 是吗 哎呀 是吗 你之前就经历美体采访 不可以说预备意吗 预备意预备意 只能说预备意 努力 调整身体 那你那意思是现在还没有动力 练好体能 练好体能 练练体能 更有趣的是 近日网上还有文章被整容的消息 对此文章大笑道 我整得太失败了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